陳昔太極權內功講座第四篇 跨檔競技法 黃西安第二代傳人陸長青師傅呈現 有關權譜可以在精英太極方網站的會員區下載 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 就是我們陳昔太極權裡面的 要跨檔 我們的跨檔競 又叫做裝布 但我首先要讓大家明白一下 我們那個基本的概念 我們兩隻腳和肩膀這麼寬 肩膀和腳 我們如果以一個幾何圖形來 一個長方形來的 一個長方形 如果我們的腳開了一個馬步 由這兩個腳上來到這裏 也是一個正方形 無論長方形或正方形 我們叫做方 但我們要走的時候 我們要走弧線 這四個正方形的邊 我們在外面 就是一個圓圈包著正方形 這個圓圈的圓周 就剛剛碰到這四個角 是一個圓圈的圓圈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這裏橫的正方形邊 我們一個圓圈 這裏直的正方形邊 我們一個圓圈 底邊有一個圓圈 這裏側邊有一個圓圈 我們又叫做外圓內四方 我們要走的動作的路線 走的動作的路線 走弧形 走圓圍 但我們這個圓圈 要到這四個角 要到這四個角 這個就是我們的脈絡 脈絡 我們要走過來這裏 下回去 我們逐一個解釋 由這裏的地下 到這裏 這三條正方形的邊 叫做上弧 叫做上弧 這個上弧 就經過這兩個角 到下面這兩個底點 如果由上面這兩個角 一路由旁邊下 在下面 上來我們叫做下弧 我們叫下弧 我們每一個動作都一定要 站滿這四個角 我們叫做外圓內四方 但很多人呢 打起來呢 他就是走圓圍 他就變成內邊那個圓 外四方 這樣就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四方形在外面 這個圓圈 切角這個磁力線 不到那個角 就在這裏就下來了 到這裏就下來了 在裏面 我們很難賺得滿這四個角 但如果反過來 我們這條正方形 我們這個圓圈轉角呢 我們這個圓圈轉角呢 在四個角裏面呢 走少少圓圈 這也是對的 只不過我用這個做比喻 我們一定要到這個角 走圓圈下來 到下面那個角 走圓圈過來 走圓圈上回來 但就不能偷雞走這個圓圈 正確理解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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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個懶摘衣 我一個來這隻手來這裏 一個上弧轉折 下回來 好吧 那套氣這條骨 是戴下那條鋼筋的 下回去 跟著這條直角邊 這條直邊下去 都是走圓圈 到這個底邊 我又是走圓圈 下去走圓圈回來 就叫做到位 但有很多時候走這個圓圈 很多人就是 要注意 尤其是定式 下不到鋼筋位 下不到直角邊 我走完圓圈 很多人來到這裏 偷雞了 在裏面的圈走了 不是賺滿這個圓圈 我就略略解釋這個 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概念 好 我就再用這個 這個 這個 難責衣裝 這個這樣 或者這樣 可以當它服服服裝 不要緊 這些是我外面的人說的 我們做這個 以難責衣為基礎 這個 彭女 擠 按 按 好了 這裏的時候呢 我這個彭出去的時候呢 其實我做了一個 彩 家 女 一個彩獸 一個女 在這裏做 如果你們只是看這個動作呢 也都不對 也都不對 其實我這裏已經是有跨 有擋 步了 我只不過用這個 又是比喻給你們看 動作方面 動作方面 我不說太多 好了 我就先說回 最基本的跨黨勁 最基本的裝部 不過這個裝部呢 我們真的要流汗去練的 付出時間 付出氣力的 好 我們這個裝 我現在什麼都不做 好 三七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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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七成零 這個三成零 這隻腳內構 這個內合 這個外開一點點 身體正 身體正 好 上手 垂在這裏 或者後做這個 都不要緊 或者就這樣放在這裏 好 我們輕輕 身體內 放鬆 扭低 拉直直骨 頂頭元 放鬆 慢慢地 我們不是這樣站在這裏就算了 我們要了解身體內的狀態 首先我們找到的狀態就是呼吸 慢慢地我們覺得自己一呼 一呼 一呼 我們要求的是吸 吸 呼降 那種氣 你會覺得個人 然后呼吸,一胀一收,一胀一收,一胀一收 这个是最基本的,放松了,眼球内视 感觉自己像个小孩在做胎式那样 一吸,全身障门,呼,全身放松 一吸,全身障门,呼,全身放松 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我们画名夹当劲,做没什么用 一个很喜欢无极装,只是辛苦一点开大马步 现在我们要做,呼气的时候,上色,文革膜上题,会音上题 不用做普策,呼气,身体一条大柱 这两边,两条小柱,呼气都露落,眼波下降,回音下降 逼他两只脚,分两条气柱,下去 吸气,上回来,收回音,声环夹网,呼气,下去 我们要做,找这两条柱,或者两条水管,水的流动感觉 我们一下去的时候,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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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慢慢做 不用大力,很轻松,会感觉到呼呼呼呼呼 来到这里分开,两只脚底都实在的 两只脚底都有种很实在的感觉 这样不是双重的,因为我们的动作已经分开了阴阳 但我两只脚是有相同的感应,只不过是多少分别 慢慢地感觉到呼呼呼呼,下去,上回来,下去,下去,放松 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这两个步骤 第一个全身脚,全身縮,第二个全身上升,呼气下降,迫到脚那里 正在这两个步骤,我们都要有一段时间去体验 都要有一段时间去体验,这样的时候,一做定式的时候 或者在单边呼呼,两道气就双,背音下降,弘甲膜下降 肩甲骨下降、肩下降、爪下降 全部下降 我们会很实在地感觉到两只脚马了落地 就不是将它公仔放在地面 这种体验是很重要的 陆师傅会在第五篇分享 开合桩、升降桩、丹田转动、彭径下当技法 假如你喜欢ETC的系列 请按赞好、订阅和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